特別注意就是 Default Version 跟 Version 一定要把它刪掉 如果沒有把它刪掉的話 將來你換一台電腦就會出錯了 因為同學常常問到 老師為什麼換個電腦就不能弄了 主要就是 Version 第二個就是說 我如果要重新命名的話 這個叫 Active Shoot 這個也蠻常見的 而且另外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聚集錄製裡面 常常會看到這個關鍵字叫 Active 當然它的結構一定是先工作部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叫 Active Workbook 指的是目前的工作部 其實目前工作部其實指的就是這個檔案 這個以色爾檔案的意思 所以一層一層的 目前工作部裡面會有很多的工作表 那只會有一個是 Active Shoot 就是被切換過去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切過去嗎 然後把它重新命名 但是如果你把它切到這邊來的話 那它的 Active Shoot 就換工作表意了 所以你不能亂切 如果假設程式在運作的時候 你不能說切過去 它一定是出現錯誤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所以慢慢 可能慢慢習慣 如果你將來可以看懂 這個錄下來的程式 然後呢 並且把它稍微做個調整的話 那以後甚至 就是有些這個程式就不用重寫了 比如說我將來分析的是年 我如果要分析別的欄位的話 其實你不用重寫 你直接拿這個來用就可以 改一改 它其實就可以用了 所以剛剛的話 其實主要是加這一行 這一行滿重要的 Active Shoot 的名稱 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在旁邊 幫我畫個圖 那畫這個圖 基本上我希望從哪裡的 當然好啦 就是從第二好了 第二一直到十個欄位好了 算一二三四到這M M的話應該是十 然後在二十 二十一列好了 大概到這邊好了 假設我希望呢 它這個圖呢 就幫我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圖的話呢 也許就是也是折線圖 那這個該怎麼去繪製這個圖 那跟各位講 其實畫圖還蠻簡單的 比剛剛那個還簡單 那你錄製的時候呢 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 你錄的時候先不要管它的位置 跟它的寬 還有它的高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那個位置跟寬高 如果假設你是用滑鼠去移動的話 那一樣它會固定 也就是說啦 你怎麼調都不會 不會是你要的那個樣子 所以呢 我後來發現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你錄完之後 自己再加上去 那我待會會教各位 怎麼去加上它的寬跟它的高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設定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標題名稱 還有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圖例 OK 那我們先來錄製好了 所以油標先放在這邊 那錄製的話 一樣就開發了裡面的錄製 錄製錄製 那錄製製的名稱 我們給它叫做什麼 剛剛叫樞紐錶嘛 這個叫樞紐圖好了 這個是第二個劇集 所以它理論上應該會幫你放在 Module2裡面 OK 樞紐圖 按確定 OK 那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就是 切到那個設計裡面 我們跟著一下 應該是分析 跟著 分析裡面 會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的 OK 其實跟各位講 你樞紐分析圖 跟插入圖表這邊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OK 結果是一樣的 不過我是覺得我比較習慣是樞紐分析圖這邊 按下它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找到我要的這個圖就可以了 哪個圖 這個 折線圖裡面的叫做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包含就是說它的字 它的標題 還有它這個圖例 如果我不要的話 那我就 我看我乾脆直接 用那個程式來改就好了 不然的話 我覺得它錄下來的程式 有時候太多了 倒不如我拿範本給你們放上去就好了 我覺得會比較簡單 好 還有它的寬跟高 還有位置 我們自己補上去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插入 選那個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 這OK了 然後把它停掉就可以了 停止錄製 我記得好像錄下來 程式好像只有兩行吧 我來試一下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這邊有個叫 樞紐圖 按編輯好了 然後它會放哪裡呢 它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是放在 Module 2吧 如果不確定的話把它關掉 再打開 對 放在 Module 2 那你說這樣還可不可以把它全部放 Module 1 是可以啦 如果你不想要這麼多模組 你也可以把Module 2的東西 貼到Module 1裡面 把Module 2拿掉 也沒關係 我們現在暫時不動好了 OK 然後呢 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程式 這個上面註解 我希望先delete掉 那首先的話 它這邊有兩行 怎麼長一模一樣 叫Clear To Match Style 還有兩個 跟各位講 這兩個 我沒看過這個 所以這兩行其實可以拿掉的 OK delete掉 所以你會發現 怎麼只有兩行 對 沒錯 那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的話 它 這個程式應該慢慢可以看得懂的 Active Shoot 指的是什麼 目前的工作表 就是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 就是在它這個裡面 然後呢 點Sharp指的是 應該 它就是如果你要畫個圖的話 有點像是一定要用Sharp的物件 它有點像是一個畫布 然後呢 如果你要在這個畫布上面呢 增加圖案的話 後面你會發現有個方法 叫 叫做AdCharp 而且喔 它還有一個數字 AdCharp2 有沒有 那為什麼AdCharp2 是不是顧名思義是不是AdCharp 對 沒錯啦 所以後來我發現喔 如果你的版本是Excel 好像2010的版本 它錄下來的方法就是AdCharp沒有2 OK 然後呢 如果2010以後的版本就是AdCharp2 不過其實理論上好像沒有差太多 我記得好像一樣也是 它的那個什麼 圖表的樣式 所以我們如果 這個 如果假設你要插入的是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的話 那基本上喔 就是加這兩個 332 跟Excel Line Mark Excel Line Mark 可能比較看得懂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加別的話的話 當然幾個方法啦 不管你就插入入字 然後它就會顯示 要不然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游標放在AdCharp2上面 按F1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跳出AdCharp2的相關說明了 這個應該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那其中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些相關的參數 Style有沒有 就第一個啦 這個有一個叫XL Type 裡面的話其實就有相關的 這個什麼 它的池啦 它的圖啦 怎麼怎麼去 那我是覺得啊 你不如如果你不想要去查 你乾脆錄製算了 還比較快一點 那裡面其實都有相關的那個 圖表的樣式 可以公查詢 所以有特別是喔 直接這邊 按F1 它會跳出來 它會跳出來 那其中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的話呢 AdCharp2後面呢 其實是可以加幾個參數啊 Style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三 剛剛出現的這個有沒有 332實際上就是它的Style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什麼 XL Chart Type 有沒有 Style 然後Chart Type 那另外的話呢 後面其實是有四個參數的 這四個參數目前是空白的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設定它的坐標的話 那這個坐標 你可以用這兩個 所謂的Maps跟Tab 指的是說 你要把左邊的坐標 水平坐標放哪裡 Tab的話呢 是Tab就是上面 增進垂直坐標 然後寬跟高 那我是建議啦 你直接從這邊去設定它的位置 就OK了 那我剛剛有提到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圖 放在第二的這個儲存格喔 所以呢 我需要兩條線 拿來兩條線 這邊一條線 有沒有 這邊一條線 就有焦點 所以它的左上角就從這邊 幫我 放在這個位置 啊這怎麼寫啊 所以喔 首先第一個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 在 在 後面這兩個參數喔 再加 逗點 然後呢 我希望幫我把它放在那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第二這個儲存格 所以喔 你跟他講說 欸 幫我把他這個圖喔 這坐標呢 就放在這個第二儲存格 的 左邊這一條線 記得喔 先左 先水平喔 所以點下去 這邊有個lapt 那指的是說呢 你 左邊的位置就在這裡 OK 就是說那個 那一條線上面 那 逗點 再來的話呢 我要放的那個垂直位置喔 就在第二的點 這邊有個叫top top的話呢 就上面那一條線 所以假如說你加兩個參數 加一個參數是這個 這邊一條線 這邊一條線 那不就有一個焦點 欸 沒錯喔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我剛剛加兩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圖喔 它就會剛剛好幫你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 lapt跟top OK 好 第一個喔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呢 它的寬度喔 不要這麼窄 我希望讓它拉寬一點 拉到這裡 拉到m的話 欸 那m的話 怎麼拉寬喔 那首先 那我算過啦 d到m 總共10個欄位 所以呢 我可以以那個什麼 以那個d欄 當成是它的基準欄 然後呢 只要跟它講說 我要以這個基準欄 乘上10倍的寬度 就是 它這個圖的寬度的話 欸那怎麼怎麼講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再加參數 接下來的話呢 你直接在這個 napt跟top的 右邊 再加d點 然後跟它講說 我的寬度 就是以那個range第二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這個寬度就點wis 所以你點下去 它會有一個屬性叫做wis 然後呢 你就乘上10就可以了 意思說 欸 我要10欄寬 OK 再d點 多高 那我要20列好了 20列不要太高 不然15列也可以好 那就是以哪個當基準 對 以d2啦 當然你說老師 我不要d2 我可以啦 你就找一個基準就可以 電什麼 它的高度 欸高度的話是height 所以打一個h 有沒有 hi 這個height 然後如果我要15列好了 你就乘上15 那如果你要20 你就乘20 OK好 那我們寫完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欸有沒有 圖就剛好放在這個位置 欸 這邊到這邊剛好10 10欄寬 然後15列高剛好就到16 欸沒錯 有沒有 所以以後了 假設說 你希望把圖放在哪個位置 多寬多高 都可以自由的去調整 那也就是說你畫一個沒關係 你如果講要畫第二個 你要第二個放哪裡 第三個放哪裡 其實都可以 自己來安排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做到像POWERBI這樣的一個 Dashboard 其實是很簡單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也就是錄製聚集喔 其實錄下來就兩行喔 有沒有 第一行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 AdChar2 第二行是它的Source 就是你資料在哪個範圍 然後我剛剛其實只是增加了四個參數啦 四個參數應該記得起來 這個蠻 蠻好記得啦 就是這兩個是原來有的 就是它的那個圖的樣式 然後對點之後的話 就是它的Labs 跟它的Tap 這個是坐標 這個是寬乘上10 這個是高乘上15 OK 然後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